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把自己放在我们整个峰会的最后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是 我想在这里向我们在座所有参会人员 说一声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三天不离不弃地参与我们的一个峰会 尤其我要谢谢我们的一些演讲嘉宾 在这几天时间里面我学到了很多美丽演讲嘉宾 都是我的老师 在这两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里面确确实实 我对区块链的了解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展 也要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 在你们的配合之下 我们终于成功地把一个一千两百人参加的峰会 办成了一个闭门学术会议 那么这两天 峰会虽然没有在媒体上有很大的传播 但是我们也看到峰会有一个额外的成果 就是我们有一位演讲嘉宾 这两天成为了中国的网红 那就是Always Deck的那个白丽同志 白丽同志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在我们所有的参会人员都 很饥饿 或者很困沓的时候 跟我们讲了一个段子 然后我看到我们全场 大家都兴奋起来了 所以我到今天我也一直认为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议程的安排 选了就是他 在中午之前 午饭之前的最后一个演讲 是由他来 是由白丽同志来进行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好像有人在断章起义 或者说呢 仅仅是因为看见了一张slice 那做了很多 对我们这样一位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非常不友好的评论 我只想说 一个不懂幽默感的男人 一定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好了 我想也讲一点正经 我今天完全是学我们白丽同志 先讲个段子 然后再讲一个 再来讲正题 我想谈谈我对区块链的一些新的认识 包括这两天我学到的之后 我的新的认识 我观察过过去一年多 各个国家的央行 他们在研究 如何发行 利用什么样的技术系统 来发行法定的数字货币的时候 有这么三种观点 一种认为 我们不需要区块链 也不需要利用分布式账本 我们利用 只是借用一些分布式网络技术 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也有一些央行 说我们不需要用区块链 我们只是要用分布式账本就可以了 也有央行说我们需要用到区块链 那么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呢 对我们大部分的在座的创业公司来说 我们肯定说央行的领导讲的都是对的 那事实也是这样的 央行的领导讲的都是对的 关键问题 看你想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法定数字货币 你想拿它来干什么 如果你只是想改善一下你现有的货币发行系统 那么分布式网络技术 OK可能足够了 但是如果你想在这个你的央行的这样一个 速度货币发行系统上面走得更远一点 可能你需要用到分布式网络 分布式账本技术 因为这可能对某些点对点的交易 或者对智能合约的运行 可能是有用的 当然如果你能够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 看到十年二十年之后 当数字经济正在建立起来的时候 也许你会想到 你应该用一个纯粹的 甚至是用一个公有链的模式 来建立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系统 所以你想干什么 决定你采取什么东西 确实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只是看你的眼光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层仪式 所以我们去看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分布式网络技术 这个在几十年以来就有了 在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发展 我们已经在前面 区块链和物联网的时候 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个新的词汇 叫什么 叫边缘计算 就当一千一台设备 都在互相传输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能 人类社会的目前为止 可能没有办法提供 这么大的带宽 这么中性化的一个强大的计算能力 或者是在安全计算 我们可能也无法做到 因此大部分的设备 可能两台设备之间通讯就结束了 这些边缘计算 实际上是在分布式网络的框架下 分布式网络框架就可以做到的 那也许不用用到区块链 所以 从分布式网络 我们知道区块链 本质是建立在分布式网络基础之上的 但是它跟分布式网络最大的不同 就是第一 它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 第二 它一定有一个原生的发币的机制 第三 它是一个绝对去中心化的一个东西 去中心化 原生发币 和需要网络共识来进行治理 在这里面没有领导 也没有董事会 那么 所谓的联盟链 或者分布式帐範 或者私有链这个概念的提出 宽于区块链 是什么人提出的这个概念呢 是传统金融机构 他们不能接受一个非许可 不能接受一个原生货币 不能接受一个完全没有中心 不能接受一个完全靠共识来治理的一些东西 于是他们说我们看到了区块链技术的某些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 它不能接受的都是区块链最经典的东西 于是造出了所谓的联盟链的概念 私有链 分布式帐範 其实都是一回事 我认为这三个东西本质上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成三个步骤 三个递进的步骤 分布式网络 分布式帐範和区块链 区块链就是区块链 没有所谓的私有的或公有的 如果你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纯粹的区块链 一定是非许可的 一定是有发币机制的 一定是去中心化的 剩下的就不叫区块链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其实我们就很清楚 这是我从观察央行的这些研究结果之后 我自己得出的一个看法 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点 区块链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它的特性是什么 为什么它未来会有很大的价值 我们需要花三天的时间 这么多的人从全球飞过来 来讨论区块链 我认为它的第一个特性 就是15年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那篇封面文章所讲到的 区块链是信任的机器 区块链给了我们一个重构信任关系的一个工具 当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机器和机器之间的信任 人和机器之间的信任 可以用另外的一个 几乎是零编辑成本的一个方法 来重新构建的时候 所有的交易都被改变了 包括金融交易 所有的金融交易的基础就是信任 以前的构建信任的方式 被改变之后 所有的金融交易 在未来一定会被重构 这个我想 不存在任何的疑问 只要你改变信任关系 我曾经在两个季季前 碰见一个 一个温州的朋友 他知道温州的民间借贷在中国是最发达的 最方便的 其实温州的民间借贷 和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借贷 都一样 都是秒级响应 就是你在温州 你要在村子里面 找村子里面的人借钱 那就是一分钟的事情 现在互联网追求的也是一分钟 但是他们是怎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 怎么能做到秒级的响应呢 那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他的祖先是契基光 抗倭寇的时候 带到温州去的 契基光的是部队 在温州建立的一个城市 有围墙 四周有四个门 到晚上的时候 一直到解放之后 晚上的时候城墙是会关门的 大家聚在一个城墙里面 繁衍的无数蛋 每个人对隔壁邻居都很熟悉 不仅熟悉你 熟悉你的父亲 熟悉你的爷爷 甚至熟悉 你的爷爷的爷爷 当年从哪里来 怎么跟着契基光 把那口被遗留在这个地方 在这样一个熟人的环境下 信任关系的构建 不需要信贷员 也不需要风控体系 你就直接告诉我 你想借钱 只要他家里有钱 他立刻从他家的柜子里面 就把钱借给你了 当然后来 社会关系人员的流动 工业经济 工业社会 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 构建新人的方法 模型工具 区块链带来了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区块链的我们不妨 回归初心 回归初心 它最大的特质就是 用了一套新的办法 来构建信任 既然信任的办法 变了交易的方法 交易的模式也会改变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区块链的价值 来自于新的共享 新的治理机制 我们知道 在工业社会里面 任何一个商业机构 它有自己的一套治理机制 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由加州养老金公司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公私治理 加州养老金公司 投资很多的上市公司 所以他们和学术界一起提出了一个公私治理的概念 所谓的公私治理 包括如何处理关联交易 包括董事会里面 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等等等等 在区块链世界 我们以以太坊或者比特币这样的区块链世界来看 不会有股东会 不会有董事会 不会有管理厂 甚至也不会有员工 那么怎么样来保证它这样一个系统 能够高效 能够合理的规范的运行呢 于是我们建立了一套 以共识算法作为基础的一个数学的治理机制 这是第二点 当然关于治理机制 关于这种治理机制 它的性能快还是慢 高还是低 其实在这之间是可以做调整的 你接受多少的中心化的控制 你就可以获得更高的一个效率 你不愿意接受多高程度的中心化的控制 你想要一个完全社区全体投票的机制 它性能一定是低的 效率一定是低的 这取决于在这中间我们如何来调整 我们愿意放弃什么得到什么 你要是一定要放弃一个中心化的控制机制 你就完全需要一人一票制 那当然效率比一个中心化的机制要低一些 这种新的治理机制 也是它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个治理机制下构建出新的组织模式 第三个 它区块链带来了一个非常崭新的经济激励机制 公有区块链为什么要发币 这是我也思考过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 比特币区块链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发比特币的机制 发币是一个完全无主的组织之下 完全开源的这样一个产品模式之下 完全免费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之下 一种崭新的经济激励机制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开源的东西 一个无主的东西 既没有董事会也没有管理层也没有员工 你怎么号召这么多的人 全球几千几万的人 来为这个系统做贡献呢 如果没有激励机制的话 我们在一个中心化的组织里面 我们干好了 我们有管理层或者董事会 决定给我多少工资 给我多少奖金 甚至给我期权 可是你能在以太坊上得到什么呢 没有人在管你 那怎么样呢 那怎么保证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 愿意在这个社区里面去贡献呢 他们能得到病 有另外的一个适合于这种开源的 免费的 免费的 共享的 完全自组织的 这样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可以建立 因为有这么 我觉得有这么 我刚才讲到区块链的三点 三个特点 这是区块链 它的最大的价值所在 当然 我们话要讲回来 如何规范的 合法的 通过发币的机制 来筹集资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应该说 我们在座的业界 我们对这个东西并不熟悉 并不熟悉 在中国 我看到我们业界经常讨论 拿美国或者拿新加坡的政策来讨论 只讨论到 眼睛只盯着美国ACC的解释 那这个解释是完全不够的 因为在美国 法律只需要判断 你是不是证券发行 但是在中国 除了非法证券发行之外 我们还确实有一个在刑法上 在法律上写的 所以叫做非法集资 除了你要辨别自己 不是非法的证券发行之外 你还要辨别自己 不是在从事非法集资 所以非法金融活动的概念 比美国ACC的解释要大很多 要大很多 这是在中国的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是不能碰碰 因为这是一个现成的法律 我们所有的业界都必须去遵守它 那这个时候 我都是呼吁 呼吁法律界的人士 能够帮助业界 去厘清这些法律的边界 让大家在一个合法的 合规的范围里头 来做这些区块链方面的一些技术创新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 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会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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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